他们的人生曾经名造一时 甚至有辉煌的过去 但当外敌入侵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他们却便捷投敌 卖国求荣 通谋敌国的汉奸们 如何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 他们的行径 给国家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 剖析汪伟汉奸集团 投敌叛国的真实原因 揭秘抓莫审判汉奸内幕 以及汉奸们的人生陌路 审判大汉奸即将播出 尽情关注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向 投敌卖国的大小汉奸们 惶恐不安 各找退路 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经济汉奸 汪石景竟敢直接到重庆 找蒋介石求情 企图逃脱审判 那么汪石景与蒋介石之间 有什么交情 他能借此躲过审判吗 立功心切的汪石景 在家中设立鸿门宴 协助军统诱补大汉奸 为何把自己也搭了进去 华北最大的政治汉奸 王一堂又是怎样 会有落网的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 审判华北两大汉奸 上级 红眉眼又补 王一堂和汪石景 是华北汉奸政权 也就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两大汉奸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前身 是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是由清华日军实际控制的 华北地区傀儡政权 日本投降后 以王一堂和汪石景为首的 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 大小汉奸们惊慌失措 他们绞尽脑汁各找门路 企图逃脱审判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要讲 抗日战争胜利后 对华北地区最大的政治汉奸 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一堂 和最大的经济汉奸 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财务督办 经济督办 汪石景的审判 时间回放到 1945年的8月下旬 日本呢 刚宣布投降不久 重庆黄山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刺从使 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汪石景 他是华北地区 委政务委员会的主官 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经济汉奸 他神秘兮兮地 掏出一个相册 里边夹着一个白纸小条 上面有毛笔写了三个字 叫再新明 他请人送了进去 一会儿 刺从使主任陈布雷 出来接见汪石景 陈布雷为什么出来呢 因为陈布雷跟随蒋介石多年 他一眼就看出来 那个纸条上的笔记 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蒋介石的手记 那么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呢 汪石景告诉陈布雷 这是太平洋战争前夕 伪座托人带给我的 作为我向中央效忠的一个凭证 暗号对上了 陈布雷就问了 你干什么来了 汪石景就拿出了一堆 有关华北的经济 金融及日本的 这些情报等等 这些文件 说我要把这些文件呢 亲自交给伪座 向伪座报告 日本投降以后 北平的军事经济财政等情况 向他呢请示机遗 陈布雷说 日本刚宣布无条件投降 伪座日理万机 实在没有时间来接见你 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 我代转伪座 我劝你啊 还是先回北平 稳定住局面 等待中央军来接收 陈布雷呢 又和汪石景规定了联系的方式 和电台的呼叫时间 汪石景说 我和伪座是多年的相识 他当年北伐时 军饷就是我设法来筹戒的 他不会忘了这个吧 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要问了 这个汪石景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蒋介石在北伐时期 征用过他的钱吗 汪石景呢 1891年出生在安徽 京德县 早年呢 毕业于日本的陆军经理学校 曾在北洋政府财政总长 王克敏手下呢 当过秘书 又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经理 1926年 北伐战争前夕 广东国民政府啊 财政是非常困难 广东政府中央银行所印的钞票呢 他的准备金不足 北伐军打出了这个广东以后啊 所到之处 当地呢 只任银员 所以蒋介石的军需啊 就是靠这个银员 雇着这个挑夫啊 一路挑着这个银员呢 来进军的 但是进了这个湖南呢 这个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于是啊 蒋介石通过他的盟兄弟 王福 向北京的中国银行总行 秘密的借款 答应好 北伐如果成功以后 我会给中国银行有好处的 所以呢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 就秘密通知中行汉口经理汪石锦 等蒋介石打了汉口以后啊 你给蒋介石一百万打烊 后来呢 蒋介石是取到江西 没在汉口提现 改到上海去兑现了这一百万打烊 正是有这层关系 所以汪石锦呢 才敢来面见蒋介石 想求蒋介石呢 对于进行赦免 他在重庆呢 住了十来天 蒋介石根本不见 他只好呢 信信地回到了北平 汉奸汪石锦以前帮过蒋介石 但如今蒋介石却是避而不见的态度 这让他追追不安 当全国范围内速艰行动开始后 汪石锦胆战心惊 寝食不安 所以当军统头目戴笠 劝他协助抓捕其他汉奸 争取戴罪立功时 汪石锦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那么戴笠和汪石锦 是如何筹划抓捕 华北地区大汉奸的 原本计划周密的抓捕行动 竟然出现两个漏网之鱼 他们就是曾任 委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 王克敏和王一堂 身为华北汉奸的头目 二人能逃脱抓捕 又有怎样的隐情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华北两大汉奸 上级鸿门燕又补 到九月下旬 国民党的部队 逐步进入到华中 华东 华北沦仙区以后呢 遏制共军 抢占抗日成果的目的 以基本达到 蒋介石变脸了 他说 国民参中会与共产党都骂我们保护包庇汉奸 从现在开始就要进行诉奸了 当时啊 北平行员主任李宗仁 要求军统北平办事处的负责人马汉三 立即给我拘捕平津一带的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这些大汉奸 像王毅堂 王克敏 王英泰 殷汝庚 汪石井等人 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呢 又决定12月11号 要到北平来进行视察 说如果你不抓汉奸 万一惹起了民怨 闹出事就麻烦了 马汉三呢 赶快给戴笠打电报 戴笠进行仔细筹划 决定呢 采取诱补的方式 把汉奸们呢 一网打尽 当时呢 北平的大汉奸 奔布四成 戴笠啊 用什么办法一网打尽呢 就是鸿门宴 用请客的方式 邀请这些大汉奸到场 但是呢 要想实行这个计划 需要一个托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谁呢 就是汪石井 因为呢 汪石井仗着和蒋介石 是老关系 没把自己当外人 于是呢 戴笠亲自登门汪府 用老友的口气说 我想用楚霸王 项羽呢 宴请刘邦的方式 在您的府上 设一个鸿门宴 由您出面呢 邀请王克敏啊 王一堂啊 这个旗舰员呢 这些汉奸呢 等一批人呢 到场 便于我们一网打尽 王石井不放心啊 说你得把我宅出来啊 戴笠就说了 在你家抓他们 不抓你 不怕别人骂你 卖有求荣啊 我是例行公事 把你们一块抓了 到时候 我出个证明 说你是为我们工作的 不就结了吗 王石井一想 这样既能够瞒天过海 又能够毫发无伤 对宿坚呢 也是大功一见 何乐不为呢 于是一计而行 第二天 在北平的十几个大汉奸 都收到了一封 以军统北平区区长 马汉三的名誉 发出的请柬 上面写道 资定于12月4日晚6点 在城东 北兵马斯胡同一号 汪石井公务馆举行宴会 届时军统局代局长力 应邀出席 敬请阁下光临 接到请柬的这些大汉奸 心里难免嘀咕啊 但是呢 既然是北平区请客 代老板出席 不去恐惧得罪代老板和军统 去了吧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但转念一想 请客 既然在汪石井的家里 想必不会出什么万一吧 于是呢 都打算出席了 12月4日晚 北兵马斯胡同口啊 车水马龙 汪公馆大门口呢 是张灯结彩 汪石井笑容满面 在大门口迎接客人 七点整 马汉三才姗姗来迟 说 兄弟奉代局长之命 举行了这次晚宴 主要是为了酬谢诸位啊 从日寇投降数月以来 维持地方之安之功劳啊 代局长有事 要晚来一会儿 来 我先敬大家一杯 这个时候啊 大家都端杯了 有的是一饮而尽的 有的这些汉奸呢 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 汪石井这个时候出面了 以主人的身份呢 殷勤地劝酒 这些人看看没事吧 就吃起来了 等到这个大厅的蜡烛啊 已经燃了一半了 代老板呢 人位献身 这个时候有人就坐不住了 正准备动身 马汉三这个时候呢 看看表才八点半 行动队员呢 九点钟才能赶到 于是就说了 说来来 我代表代老板 一个一个地敬 各位 你们可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啊 一圈喝下来啊 这个时候调剂上的 大做钟啊 当当当响了酒下 这个时候 北平警察局的独察长 带着宪兵就闯进来了 静止地来到了 马汉三的面前 大声说 报告 行动组奉命来到 马汉三呢 就掏出了名单 就说 从现在起 在座的诸位 就是被捕的犯人了 我已经奉命 给你们做好安排了 希望大家呢 安心守法 听后呢 国法审判 这个时候 北平地区的大汉奸们呢 如梦方醒 明白 中了军统的拳套了 方世锦呢 跟着忙活了半天 还没急啊 好好地享受一下 这个精美的饭菜呢 也被压上了汽车 这次鸿门宴右捕 一举捕获了当时军统认为的 华北伟政权的十个核心大罕奸 他们分别是 王印太 殷汝庚 齐谢元 于晋和 潘玉贵 刘玉书 邹全孙 曹汝林 汪石井 黄南鹏 不过在被抓获的十人当中 却不见大罕奸 王克敏和王一堂的名字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奇怪的是 曾经担任 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 王克敏与王一堂 不在当中 难道是此二人 事先得到风声逃逸了 其实啊 王克敏有病 未能出席晚宴 而王一堂呢 是装命 也没有参加晚宴 第二天清晨呢 位于东郊明项 公安街的 王克敏的家里啊 来了几名穿便衣的军统人员 将其逮捕 二十天后 王克敏病逝于 北京的炮局监狱 六日上午 军统行动组呢 从协和医院的病房当中啊 抬出了一位身穿长袍马挂 留着一把长长的山羊胡子的老头 此人 正是年近古稀的王一堂 王克敏和王一堂作为华北汉奸政权的头目 他们出卖国家利益 鱼肉当地人民 罪不可赦 那么这两个大汉奸究竟干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情 从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到委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一堂又是怎样沦为汉奸卖国贼的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华北两大汉奸上级 鸿门宴又补 在华北的大汉奸中 王一堂最为老百姓所痛恨 此人又是什么来头呢 王一堂呢 187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27岁那年恰逢慈禧太后 70岁生日赶上了恩科 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 考上了晋士 王一堂名列金榜以后呢 授树籍士 因巧于辞令又很会巴结 不久呢就被授于兵部主事 他投到了清朝的权贵 徐世昌的门下 得到了徐世昌的赏识 1912年呢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了 王一堂呢 他和这个内阁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啊 是安徽合肥的小同乡 被段祺瑞啊 视为最亲信的幕僚 向这个袁世凯进行利剑 加上这个徐世昌这种关系 王一堂呢 就成为了袁世凯身边的 谋士和红人 1913年初啊 袁世凯召集国会 王一堂呢 定为啊 首届国会参议员 这年二月份呢 袁世凯呢 又给他加了陆军上将贤 在这个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呢 国民党共392票 成为国会啊 当中的第一大党 这着实啊 让袁世凯感到害怕 为什么呢 他不怕国民党的武装对抗 他就担心国民党 通过议会斗争掌握重权 这时呢 王一堂干了一件 让袁世凯十分称心的事 他干了什么事呢 他组织了一个新政党 叫进步党 这个党呢 是站在袁世凯这边的 王一堂呢 又挑唆了国民党的分子呢 另组成了五个小党 这样呢 在国会中 国民党的一员 就成了150个人了 他无法啊 与进步党来抗衡 这样一来啊 让袁世凯惊喜不已啊 称这个王一堂 为可儿 就是可爱的人呢 没过两年 袁世凯呢 要复辟帝制 王一堂呢 又策划劝劲最卖力 到1915年的12月21日 袁世凯登基 做了红线皇帝 大肆封赏有功之臣 特封 王一堂为一等男 1916年的6月 袁世凯呢 病死了 段祺瑞呢 担任了国务总理 王一堂啊 就成为段内阁当中 年纪最轻的内部总长 也就算 官居一品了 1918年春呢 王一堂 奉段祺瑞的命令啊 组织了安福俱乐部 就成立了一个新国会 安福系议员呢 就开会以前呢 每人先预支300块 就出席费 另外呢 段祺瑞内阁当中呢 又支出1000万元 作为选举费 所以8月20号的 众议院的选举当中呢 安福系的掌门人 王熙堂呢 就成了众议院的议长 安福国会呢 就控制了总统的大选 投票以前呢 每位议员都领了出席费 和一张徐时昌的 亲笔签名的照片 少数不受这个控制的 这些其他的这个政党的议员呢 就是以每张选票5000元 收买过来 由这个安福系呢 所办的这个银行啊 来付款 所以他们呢 如愿就选出了大总统 这个汪一堂呢 还担心这个选副总统的时候啊 选票不够 亲自到天津去绑架一些议员 回来参加选举 所以这样呢 就造成了直系和晚系之间呢 矛盾的加剧 1920年的7月 终于爆发了直晚战争 没打三天 晚系失败了 段祺瑞就下了台 直系的吴佩福呢 就是通电 声讨安福系 文中就有 安福系 独谱四海 新闻于天 王毅堂 败国舔名 财独不实 安福俱乐部呢 也被查抄 王毅堂啊 就化妆逃到日本去了 直到1924年呢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 段祥瑞呢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执政 王毅堂又被段祥瑞任名为安徽省的省长监 军务督办 可是没上台几个月啊 就被手下的军务帮办呢 把他赶走了 不久呢 段祥瑞下野 晚系就彻底瓦解了 段祥瑞呢 跑到天津的英族界去当羽工了 王毅堂呢 也结束了他在北洋政治舞台上的表演 在天津观望时局 望图呢 东山在岐 善于溜须拍马的个性 王毅堂先后成为袁世凯和段祥瑞的心腹 一度权轻一时 但他的权势也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而彻底丧失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 王毅堂支流的北洋遗老 似乎又看到了咸鱼翻身的机会 企图借助日本人重回政治舞台 甚至不惜任贼作父 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王毅堂是如何爬上 委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位子的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讨好日本人 他又干了哪些令人不耻的事情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 平静沦陷 折居在天津阴租界的 多年的北洋政坛的这些人物啊 像这个王毅堂啊 王克敏啊 七谢园啊 纷纷的投敌 而这个缠媒肉麻 无所不至的王毅堂 为甚 但是日本人呢 却对这个王克敏呢 更感兴趣 所以呢 在北平扶植的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中呢 以王克敏为首 而王毅堂呢 只是任伪林市政府的政绩部的总长 伪内政部的总长 后来呢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还是冷落这个王毅堂 纵使王克敏 仅给了王毅堂一个有名无实的考试院院长的虚弦而已 汪精卫的胃口很大 想把华北 华中 华南 各沦陷区呢 都统一归他一个人领导 但是王克敏呢 有日本人的撑腰 不买汪精卫的账 日本人为了达到疯而知之的目的呢 表面上同意汪精卫的意见 实际上呢 将这个伪林市政府啊 改名为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于这个汪精卫的南京委政府呢 形成了南北半独立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一来呢 汪精卫就对王克敏心怀在心 最后呢 终于找了个机会 让王毅堂任 韦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汪精卫的目的呢 是想通过王毅堂之手 把华北沦陷地区呢 真正抓到自己手里 王毅堂上台不久呢 为了取悦于日本人 又向日本呢 建议成立 华北防共委员会 自己呢 出任委员长 多次呢 发表谈话 要华北沦陷区的人民呢 拥护日本的大东亚圣战 反共救国 他自己呢 又到日本去了两次 拜见日本天皇 给日本的朝野纵臣呢 还送礼呀 送字画呀 王毅堂呢 对日本人的缠媒的这个程度啊 登风造极 有一个例子 有一次啊 在华人堂开会 日本驻华北派遣军的司令官多田俊 和他的特务机关长啊 喜多成衣 大家都出席到场 王毅堂呢 当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他来组织会议 他竟不敢做诅咒 对这两个清内军的头子啊 是诚慌诚恐 唯唯称事 会上呢 喜多成衣呢 盛起凌人呢 王毅堂呢 仍旧呢 取义奉迎不已 总之呢 王毅堂是一切 以日本人的意志啊 为一职 你让怎么样 那我就怎么样 所以他每天上班呢 上午去了 下午呢 就是应酬啊 或者造访啊 风花雪月啊 如有紧急公务 只准上午找他 下午他照了一部办公 日本人呢 对他表示不满 所以有这个 王克敏呢 能做事 不听话 王毅堂呢 是肯听话 不做事的这个评论 王毅堂呢 当委华北政务委员长的 这个期间呢 贪污搜刮了很多钱财 他把他的钱财呢 大半买了黄金和房产 除了在北平 东城 东堂子胡同的住宅以外呢 他还有房屋啊 七百余间 古玩啊 字画啊 名词啊 翡翠啊 皮货啊 等等不计其数 由于呢 王毅堂 脸财无度 不得人心 王克敏呢 又在背后呢 指挥 就找别人去告他 向日本内阁啊 控告这个王毅堂啊 贪污独职 废持公务 那么 王毅堂的严重贪腐行为 会让他的日本主子 感到不满吗 会不会走马换将呢 今天 就说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抗战胜利后 华北地区两大汉奸头目 汪石井和王毅堂相继落亡 王毅堂自知罪孽深重 企图利用装病逃脱审判 汪石井极力配合军统 在自家设鸿门宴 诱补其他汉奸 两大汉奸最终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下期节目中 王小华将为您讲述 审判华北两大汉奸下集 推卸狡辩最难逃